遭指控染黑黨部的民眾黨 雲林縣黨部前執行長王興堯 爆發爭議後首度露面 在三位律師陪同下 前往雲林地檢署案例申告 立委邱顯治廖子祺 政治評論員李正浩 還有那個四叉貓 大肆的抹黑 我們民眾黨染黑 有涉及加重毀謗的這個罪責 2023年8月份立委邱顯治 曾引述2007年的新聞報導 指控王興堯為首的暴力討債集團 犯下多起強盜案 事隔一個月 王興堯出面反擊 陪同王興堯出席的律師林永山 律師事務所與王興堯服務處 在同一處 一個一個服務處跟一個律師務所 一個相結合的一個地方 如果說如同媒體所指控說 他這裡是個堂口 那我就不變成堂主了 我覺得好瞎喔 這怎樣 就是這年頭貼判決書 還要被告是不是 王興堯更說自己經過台灣民眾黨 SOP減負合格 不滿被白布染成黑 卻也讓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 再度點名黨主席柯文哲 面對染黑爭議的態度 鍾平輝不調查 讓當事人提告點出問題的人 那就請繼續 3096的雲林報導